讲话的时候就关心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了我们每星期日的 这个时代漫谈的华语节目 我是澳洲悉尼的张小刚 那今天又来呢我来主持 那今天呢我们谈谈下面两个话题 第一个呢是国际人权日 世界各地同举A4纸 这个第二个呢是台积电 美国设厂抖音炒作掏空台湾 那么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第一位呢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大学的 李友谭教授 李友谭教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谢谢啊 那么第二位呢是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 现在呢在澳洲雪梨科技大学任教 的冯聪毅教授 冯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朱苏生好 周卫好 谢谢冯老师 那么第三位呢是这个来自台湾的资深媒体人 这个现在住在澳洲悉尼的这个苏石英老师 苏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不过我现在人在台湾 他在台湾 然后呢第四位呢是他也是台湾的这个中央大学的这个曾建源教授 曾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小刚冯老师 李老师 苏大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啊 就是昨天呢是12月10号 是联合国在1950年规定的国去人间日 这个Homerite Day 那么也是呢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纪念日 那么昨天呢这个世界各地民主国家呢 有众多城市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那么包括我们澳洲这里的西尼亚摩尔本呢 还有这个其他地方比如说新西兰呢 当然也包括台湾 那么今年各地的这个纪念活动呢都有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是声援最近呢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白纸革命运动 甚至在这个被这个港版国安法红色恐怖笼杂下的香港呢 也有大学生挺身而出 在这个已经被移走的这个民主女肥像的旧址 以及大学的博物馆那里呢派发这个简单 声援大陆的这个白纸革命运动 那么说到香港呢在三年前的这个国际人权日 也就是2019年12月10号 当时呢有超过80万的民众上街 争取这个上街游行 要求民主反对这个送中法案 但是今天在一纸这个国安法的镇压之下呢 现在已经是万马其安了 那么现在就请了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嘉宾 就是介绍一下所在地的国家和城市的这个国际人权日的纪念活动 顺便分析一下呢中国大陆和香港当前的局势 以及他们对这个台湾和世界的这个影响和启示 那么先请这个六谈教授啊 讲一讲就是您现在在台北是吧 您讲一讲就是说在台北的纪念活动 以及您觉得啊这个现在大陆和香港的情况 对台湾有什么启示和影响 李教授 台北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啊 然后就有人说 冬天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那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那不过台北还是一样有一些活动 我是昨天晚上才去参加啊 藏人呃在台基金会所举办的 尊哲戴达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3周年纪念日啊 那那个过程中当然也有很多啊 呃 人权人士来参与 那但是呢我更注意到 台湾所举办的人权的声明 李明哲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声管道 那今天的报纸也都是头版头条来报导 李明哲的观点啊 他谈到中共不可信 他在中国大陆呃在呃被关在那里面的时候呃被呃 只能看到被洗脑的视频 那他特别强调台湾有些网红 包括这一次要出来竞选啊 呃 补选的因为呃 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嘛 那这个需要补选 那补选的过程中 有一个刚当选台北市议员的王鸿威 出来竞选 而王鸿威是中共 中国大陆啊 海峡两岸那个节目的网红 那他在那个节目呃过程中曾经呃 呃用台湾领导人来形容呃 呃蔡英文总统 呃那这边就有很多的争议 那这个争议其实这不是一个名称一个称号而已 而是台湾的一些网红到底是站在 主权在民自由民主台湾的立场来说话 还是站在中国呃这个集权专制的角度来说话了 所以这个人权日的意义呢 呃在台湾还是呃从政治竞争的角度 媒体呃着重在这里 那我个人是认为呃国际人权日 事实上呃应该是要去回到当时联合国呃 呃两次世界大战打下来 呃那个联合国的宪章 然后呃这个这个后来1966年制定了两个人权公约 那里面所揭示的人权那些人权有基本的核心价值 包括不能屠杀不能用刑啊 呃这些这些核心价值呃 呃所以然后呢这两个人权公约的呃共同的第一条 就是人民享有自觉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呃香港呃被打压 或者是中共对台湾的极限施压 他都违背人人权限章了啊 呃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应该声明 中共根本没有资格想要对台湾动武 台海两岸的唯一红线就是绝对不能动武 因为动武本身就是违背人权最大的一个因素啊 呃所以呃这样一个国际人权日呃呃 呃全世界都在做这种激烈 那今年台湾也有声援白子啊 中共中国大陆那面白子呃运动 我们不能不敢讲说白子革命 那我个人对于白子革命呃 呃我不我没有期待也不希望他一步到位 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呃那个革命 革命推翻中共政权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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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机还没到来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统治下人民为什么要反抗啊 在1970年就白免里表啊 那个一个格尔那个学者学者提到了那个相对剥夺感 然后呢呃罗伯道在啊民主理论里面啊 啊他的民主化的这个这个1970年的时候呃 Polyarchy那本书也提到当压制跟舒缓之间的劲夺 也就是如果政府压制的成本会高于他容忍的成本 政府就不得不妥协 那以中共极权专制的那个性质还有特征来讲 只要他经济还没有大量下滑 只要中共这样的一个呃控制中国大陆伦还这么前还这么严密的情况之下 目前我不觉得已经是呃发生呃呃所谓的人民反抗 人民革命的这个这个时期已经到来 所以呃以其说白子革命不如讲说白子公民不服从 或公民是非运动 但这个运动最大价值意义他已经不是维权运动 他已经提升到政治意义 他已经不是那种一般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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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民主 不要永遠的統治者 这些部分呢 他已经是不只是 维权运动 还是公民社会运动的 这个位阶 那我认为说 在国际人权日这个时候 刚好中国发生 白纸运动 这个事情刚好对接上来 就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 一个集权专注国家 他有没有办法对抗 人权普世价值 这样一个诉求 中共加入联合国 他有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 这是大家严肃去思考的 也就是说 他加入WTO 有没有遵守WTO的规则 他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是不是在破坏联合国的宪章 破坏或者根本 不敢去实现两大人权公约 我们应该用这样一个 更广大的角度 国际应该这个角度 就声援 中共没有遵守这些 何况他将香港 用国安法把它打压下来 何况中共 又现在要对台湾 剑拔乳章 其实他都只要用人权这个角度 就可以去声援 中共所作所为 不符合联合国宪章 不符合普世价值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 来看问题 台湾南美因为选举的因应 所以又会有一些报道 比较偏向政党竞争 这个部分也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我认为说 台湾国际人权日 它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范围 不管政党或政府或民间团体 都可以有更广泛的诉求 来建制中共 它就是一个成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 就是破坏能够宪章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好谢谢 谢谢李老师 那么这个冯老师 冯老师现在在悉尼 那么昨天的这个 澳洲悉尼的国际人权日 这个冯老师呢 也是一个主要的 这个主办者和参与者之一 那么您又来自中国大陆 所以您怎么看待 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大陆 香港 就是一个您介绍一下 就是澳洲的这个 国际人权日活动 然后谈谈您对这个大陆和香港的局势 以及对台湾的影响 好 谢谢主任 应该讲这个1918年12月10日 领导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就是把这个人权 从原来这个发达的西方国家 向全球推广 突破超越所有的国界民族的界限 你都要都有资格的 一大堆人权 但最核心的就是 这个自由 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 结设自由 集会自由 出版自由 各种自由传理 这是普世的 所有的地方都适应 但这个东西呢 弄来之后 刚才李浙寿讲过 在66年再通过 人权宣纪约 把它上升到法律层面 就是它是要求全世界的所有 领导国的所有成员国都新属 而且既有法律效率 但是这里头 你当时是跟苏联 还有共产党国家 一起的运作出来 所以这些国家 它是一开始就是欺骗 他们在经历政权的第一天起 就是经历在 否定普世人权 因为它的阶级理论 杀了多少资本家 地主富农 还有给他们打算 各种阶级普遍的 他们认为是敌对势力 所以说结合到中国 是非常惨烈 就是到这个普世人权 或者世界人权 传言 传播的第二段 中共就是用武力 想夺中国的政权 一直统治到今天 就是这个犯下了 靠天罪行 光是随这个中国人 一直到这个世纪 就是21世纪 才真正把这个普世人权 伸入人心 哪怕在80年代 开始那个自由民主运动 以很多人善意 但是对这个 人权的认知 还达不到很坚定 很惊奇的 这个水平 所以想现在目前在中国的 这个松松 这个 乌鲁木齐的火 十一号 全国响应 就是这个 我比这个李教授 要想把这个 这一场运动的格位 还是要提到更高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它 为一场革命 因为这个革命 目前在传修 银色革命 就是它不是在以前那种 一定是武装 它是各种各样的 和平革命的一个性质 但这个核心 就是regime change 要改变政权 因为这个运动本身 当然它是由这个 清零政策 经对清零政策而起 但是它很明确的提出来 要把共产党 感谢它 要自由 要民主 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一场革命运动 不是一般的运动 不是一般的社会运动 而是革命运动 要改变政治制度的 这个运动 而是在我的视野里头 它是 从上个世纪末 开始的新的思想运动 你叫这个新政民主运动也好 你用自由主义思想 新蒙也好 就是像李胜之的那个风雨昌皇50年 就是1999年 这封文章为最典型代表也好 就是以自由主义的普世人权 自由主义理念 来全面替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就是马列毛 这是一个思想运动 然后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 为标志中国是几十年的这个维权运动 就是把原来在89镇压之后 神据了十几二十年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 重新在中国大地伸展开来 那么现在我看现在的这个白子革命 它本身是继承两方面的 既把这个思想运动 思想新蒙运动继承下来 所以它的起点很高 一开始就把这个要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推翻国党政权 放在很明确的位置上 而且因为它是直接呼应 这个彭仔州在那个赤铜销上 就是罢名国贼习近平 就是把这个目标定下来 然后同时把这个 集体的民众的传利 争取传利的运动结合这一块 所以这个我们在昨天在新尼 我们是以这个 中共正常受害者奥牛林盟的名义 来主持这场运动 是把这里的华人 印度这个西藏人 维吾尔人 这个台湾人香港人 都宣布着几代坏 甚至越南人也加进来 所以这个事情是要把 在中国国内已经开展的白子革命 推上一个更高的阶段 以中国共产党做出账簿之后 它这个国内的这个运动 属于神器状态 我们是属于吉利债 但是又把他提高更高的高度 而且我们在举行这个活动之后 我是受这个伊朗人的邀请 也是参加了他们同时 在海德公园的活动 因为他们规模更大 他们是有六七 六七千人在场 所以他非常非常宏大的一个运动 但是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 我去也会讲这个中国的白子革命 跟现在伊朗的革命运动 这个行众运动是一样的 都是要推翻集团专制 推翻这个独裁政权 来去真正的把民众 把人民解放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对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 还有全球的这个冲击独裁政权 争取尽力真正的新政民主主度 这样的一个一个宏大的社会运动 我充满期待 谢谢 好谢谢冯老师 其实确实 我都作为同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这个背景 我也觉得就是当前在这个 大陆发生的这个白纸运动 确实是有种 就是说这个颜色革命的这种性质在里面 虽然他的这短期内能走到哪一步 我们还很难说 但起码就要他比 甚至比这个彭仔粥的这个世界 还更进一步 因为他一开始就开始出现了 共产党下台 这个反对独裁这样的口号 所以呢 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性质 那么但是就是他对这个 现在中国大陆这个情形和影响 以及这个香港的情况 那么我不知道对台湾会有哪些启示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那么苏大姐呢 就是说您刚刚去 从这个澳洲回到台湾 一个是官学员 可能也走了多个城市 那么您所观察到台湾的情况 以及就是特别是昨天 这个世界人权日 就您有些什么感想和观察和分析 我因为现在在台湾 那所以我同时也接到澳洲跟台湾 这个纪念这个世界人权日的这些通知 这些活动通知 但是我觉得两个地方的这个活动 是有一点不同的 那像以澳大利亚华人的这些 我们刚刚有知道 可能是跟发起的人 跟参与的人 是有点不同的 当然在澳大利亚来讲 它是以这个中国大陆的人为主 所以它是强调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人权 甚至于是革命 那但是台湾已经没有了 这个基本上面 它的人权是已经是比较进步的 但是呢 台湾这边就强调的是一个 转型正义这方面 那我觉得这个这方面呢 因为这个等一下这个 曾建源曾教授 他自己他是也是推动者之一 那等一下他可以发表比较多一点 那我只是讲一点我的感想 我觉得台湾为什么还是 我认为这个转型正义还是做得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这一次回来以后 回到台湾以后 我的观察 因为台湾甚至于 就有人在提到 甚至于我到高雄去 那很多人 你就说年轻人 就算是美丽岛事件 应该是台湾很重要的 一个人权事件 但是现在很多人 几乎都已经不知道 美丽岛事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么重要的人权事件 大家不知道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台湾人为什么 因为不认清这些反行正义的这些因素 跟这些历史真相 他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或是同情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面对的这个人权的奋斗 所以你 但是如果说中国大陆已经是人权很进步的国家 那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他是要打台湾 他是台湾最大的敌人 你如果不了解中共 你如果不同情中共的这些 中国的这些白色革命的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阻止被侵略的这种危机 中共一直要打台湾的这种危机 我认为 这个就是从根本做起 我会建议台湾的政府应该要更加紧脚步 再转型正义 在人权议题上面 做得更进一步 更完整一点 让真相 让更多的人理解清楚 之后 人们才能够主动的去 关怀到中国大陆的这的人权问题 好 这是我的一点小感想 好 谢谢苏姐 确实是中国大陆的现状和香港的现状 应该让台湾人应该有所启示 就是说我也看到 就是昨天有一些台湾的活动上面 有香港人 就流光到台湾的香港人去发言 就是说这个香港的情况 现在已经跟他们原来的 这个差别已经太大 就是说现在的香港人 在中共的这种压迫下 已经完全失去他们的发声的自由 那么还有呢 就刚才这个李老师也提到的 李明哲 李明哲到了 在大陆直接被拘捕 他在监狱里边 还有这种体验 到底中国是怎么样 而现在香港这个谁啊 这个原来这个苹果日报的 这个老板 这个黎智英 现在也正在面临的审判 而且有一种审判说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律师 甚至会把送到中国大陆去 去审判 去审讯 这个东西就是说 都可能给台湾人有一些 应该应该有一些启示 那么这个 这个曾老师在台湾 因为刚才这个蔡姐也提到过 就是您也是推动 这个转型正义的 这个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推手 那么就是您所观察到 台湾的这些纪念人权日的活动 以及您觉得中国大陆的情形 和香港的情形 应该对台湾有些什么启示呢 我先说明一下 就是昨天在台湾各地 都有大大小小 不等的有关于纪念 世界人权日的活动 那我自己相关的活动 我有参与的 大概有几场 就稍微跟各位做个报告 那那么首先 就是刚才李友谭教授提到的 你台湾的人权团体 他们组织了一个 在昨天上午的一个记者会 当中的主要 就是李明哲 在谈 他在被中国大陆关押 其间他所看到的一些状况 然后用这个来提醒台湾人民 要正视共产党 还有香港的这些问题 当然也是对于白纸的革命 来进行声援 李明哲当中有特别提到 就是刚才李友谭教授所说的 就这次代表国民党参加台北市的立法委员 补选的王洪为 他是这个李明哲过去五年 在监狱里面 他唯一可以收看的电视节目 当中常常出现的台湾人 他所熟悉的台湾的身影 这就中国大陆的中央 第四套的海峡两岸的节目 那李明哲当然还没有 他没有做非常严厉的控诉 他轻描淡写 就是说像王洪为 他在这个中国大陆节目里面 就是称这个蔡英文总统 叫做台湾的领导人 那我其实我还在再补一枪 其实这个刚当选台北市长的 蒋万安 蒋万安的父亲蒋孝言 在大陆出版了他的著作 里面提到蒋中正跟蒋经国 他们当然这个蒋宣扬认为 这是他的这个血亲 他的尊亲署 那蒋经国是 在他日记当中否认 那他不管 至少他认为这是 他的这个父亲跟祖父 他们都曾经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蒋孝言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个著作当中 称蒋中正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蒋经国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而我们要知道 蒋孝言曾经担任过 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部长 那他的儿子呢 未来我们都可以看到 非常有强烈的企图心 未来也希望 在政坛上 在上一层楼成为另外一个蒋总统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国民党 那个政治人物 而且是现在非常活跃的 他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政治的一个人格 这个部分呢 其实的确是需要台湾人 这个警觉的 也就是说呢 哪怕是这个蒋孝言 那个在面对中共的时候呢 都不敢正面的 来宣告 他的父亲 或他的祖父呢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我们怎么会期待 这个 这样的一个政治领袖 那个未来来领导台湾呢 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李明哲在提醒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 我觉得这个是对应了什么 对应白子革命 或白子运动 白子革命啊 或白子运动啊 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蛮同意的 刚才 宏丛一老师 宏丛一老师 从这个 从心灵革命 或从和平革命的角度来谈这个 这个白子革命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些大陆的这些年轻人啊 南京传媒学院的这个女大学生啊 李孟康啊 还有北京清华大学的女生啊 这都是女生发起的啊 一开始 他们不怕耶 他们无所拒耶 因为我们要知道 现在是一个网路监控的时代 所以呢 你任何人呢 你的影像 或者你的通讯的记录 在网路上 使用跟中国大陆 所提供的服务啊 这个有关的这些啊 这个工具的时候 因为是实名制的关系 所以你的个人资料呢 马上会进入到这个政府的资料库里面去 再加上啊 习近平宣称啊 在这两年前建制完成的啊 覆盖啊 全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所以呢 这个大大数据啊 这个资料库呢 是把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啊 在中国大陆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甚至啊 他的海外警察 所能够监测到的任何对象 这个资料呢 都会进入到啊 中国大陆的这个啊 数据啊 这个大的数据库当中 然后呢 透过他的啊 社会信用体系呢 啊 从事实质的啊 他的这个公民权利的限制 或者是呢 对他的这个啊 政府所提供的这些服务啊 那个那个来降级 来降等啊 产生实质的制裁效果 那这个这个记录的这个累积呢 还可能引发后续的啊 比如说啊 触犯啊 这个啊 这个国家的这个 相关的行 这个属于国家犯罪 国家法义犯罪啊 像颠覆国家政权啊 等等这些啊 这些犯罪的追溯 可是呢 年轻人 他们这个大陆啊 几十所大学的年轻人啊 他不怕啊 或是上街头的这些群众啊 他不怕 所以我是觉得呢 白子革命呢 在这点上 这个心理素质 他面对这个 他所所信守的 他所坚信的 这个不是价值 的时候呢 然后在面对国家的暴力 他无所拒 他觉得这是 他应作为一个人 基本的应当坚持的一个原则 提出来 这个还不需要 进一步 马上就提到说 要挑战中共政权的地位 的这地步 从作为一个人 应当有的这个品格 一个人格 来谈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白子运动白子革命 我觉得大陆的 这是展现出来的 这个年轻的这个世代 他是完全 跟上一个世代 极很不同的 面对公共事务 面对政治 面对普世价值 完全不同的一种 这种政治上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是中国大陆 这个高等教育扩张之后 其实我仍然觉得 他有某种程度 的一种贡献 就是呢 让这些年轻人 他们懂得使用 这个 哪怕是被过滤掉的 这些教材 他有他的判断能力 然后懂得使用 这个网络的这些工具 翻墙或等等 去接收 这个高墙以外 世界各地的这些资讯 形成他对 他对中国问题 对世界 整个局势的判断 那个距离 再从这个角度来说 参与白纸革命的 白纸运动的这些大学生 他在那个知识 或价值的距离 说实在的 不会离台湾的现在大学生太远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我们在白纸运动上 我觉得看到 让人是非常敬佩 也非常感动的地方 但是呢 你相对于 我要为什么提到刚才 李明泽所指控的 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跟这些大陆的大学生 比较起来 那实在是 那实在是差太远了 那个他们享受的 这个台湾的民主运动的成果 可是在面对 中共政权 哪怕有大海 有这个军队的保护之下 他心里 在心里上面 他屈服了中共的这个权势 所以从这里 这个对比来说 我觉得 那个 这个白纸运动啊 真的是 非常难能可贵 所以这是 昨天上午的 这个 记者会 那 昨天上午 同时呢 这个文化部的 国家人权馆 也举办了这个 台湾的 白色恐怖的政治犯的追思的纪念活动 这代表了什么 就是过去呢 这个中华民国 他所犯下的这些人权的这些罪行 他对这个受难者 对这个社会表示道歉 这个是每年都会固定 在10月10号举办的活动 那因为我们 我是作为这个政治受难者的家属 也应邀出席 其实说实在 因为我们台湾的选举刚结束 在那个场合当中 我们回想起 我们的父辈 对更年轻人来讲 他的祖辈 当年只是为了争取 争取这个民主自由 丧失了这个生命 或丧失了青春 然后呢 整个家族 受到整个国家的监控 那个 其实昨天那个场面 其实也让我们非常的感慨 也非常感动 也很感谢 就是我们是这么轻易的一票 决定我们要支持谁 这么轻易的一种行为呢 其实是付出多少的代价 来换取来的 所以今后呢 中国大陆 他们要追求的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很轻易的投票 然后自主的 这个秘密投票的权利 就是这样而已嘛 那 所以我相信呢 以这个白子革命的 这个世代所呈现出来的 他们对这些制度啊 这些价值的认识 我相信呢 只要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权呢 这个垮台 我觉得大陆要迎接 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的到来 怎么样很快的来上路运行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那 昨天的下午的一个活动呢 是一个 一个音乐会 说唱会 它是针对啊 白色恐怖受难者 由国家人权馆所策划的 就是请受难者或者是他的家属 以音乐 以歌声 来表达 这个 对于这个过去 这个白色恐怖历史的 的一些感言 一些感想 那这个是录制成唱片 所以我也在 我跟我的母亲呢 那么也 也在当中录制了一首日文歌 哈纳 那也纪念我的父亲 同时也纪念那个 那段 这个 那段日子 这是 这是 昨天下午的活动 那同时在国家 人权馆 景美人权园区呢 有人权市级的活动 各个那个 非政府组织 把他们这个年度啊 他们的一些成果 或者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呢 拿出来 交换分享 所以这是 昨天下午的活动 那昨天晚上 我和 李友谭教授呢 我们都共同出席的 达埃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他在台北主 主办的 纪念 庆祝达埃喇嘛 尊者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的一个参会 那在这个参会当中 也谈到了这个白子运动 白子革命的问题 也对着 表示这个知识同情 那当然 这个受邀者 也有非常多的 在台湾的香港人 或者是大陆人士 那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对还有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政府的官员 有多位 他也出席了 表示什么呢 在这个普世价值 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这个台湾 香港 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威乌尔 藏人 蒙古人等等 甚至包括 这个欧美国家 包括蒙古国的人 在台北呢 共同为这个世界人权 的这个价值 共同的一个 在这个达埃喇嘛的 这个莫贝尔奖 这个旗帜下面了 共同来吸手 来重申 对这个价值的坚守 然后呢 我们也共同认识到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是这个世界 古时的文明秩序 最大的威胁 那所以呢 这个跨越 跨越这个 这个国界 跨越这个 政治的这个争议 从普世价值的 从人权的角度 大家团结在一起 那么 来共同 这个争取人权 去声援 白子运动 跟这个西藏的自由运动 这是昨天晚上 在台北 我们所参与的 这个活动 所以 我想就是说 可以看到 台北 然后台湾 相关于 当然最后还再补充一个 忘掉了一个 就华人民族书院 华人民族书院 在台南 举办了这个 深渊白子运动的 一个活动 这个是在 昨天的下午 在台南 来举办 所以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的 各地南北 那或者是 这个 这个 本地的 或者是境外的 这个团体 坐在台北 在台湾 共同 为这个 伸张 世界人权 大家在这边 在齐居 齐居一趟 所以我是觉得说 白子运动 已经打开了 这个 被高墙 禁锢的 封闭的 中国青年世代的 他们的心灵 接下来呢 我觉得我们台湾 要有更 或者海外 我们华人 这个社会呢 要更多的努力呢 把真相 把这个真理呢 透过各种的方式 再传播回去 回到中国大陆 让这些青年世代 这些革命者 或者运动者 改革者 他们知道 德不孤 必有灵 那这世界 我们在各地 支持他们 声援他们 我想这个是 就分享一点 昨天参与各种活动 之后的一些想法 谢谢 谢谢曾老师 一个非常全面的 这个分享 那么特别是 就听到的 这个华人民主书院 这个我记得 当初是在台湾 香港和台湾 共同建立的 但是现在情况来讲 在香港是非常难 以这个运作了 可能主要也是在台湾 那也是 下来还有20分钟 不到大概 然后我们再谈 下一个话题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线在美国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凤凰城新建了 一个工厂 一个厂房 那么最近呢 举行了一个电阶仪式 那么包括 拜登总统在内的 这个民主党 共和党 两党的一些 高层人物呢 都出席 非常地重视这件事情 那这对美国来讲呢 可能是因为 这个制造业 回归的一个标志吧 那么对于台积电来说呢 因为台积电的 这个创办人 张忠谋 最近才公开说过 就是现在 全球化已死 那么是不是就要 台积电应对这种 全球化已死的局面 如果继续生存 才采取一种 全球布局的 一种举措呢 或者是说 应对台海 这个目前的 一种局势的 一种举措 那么对于 在大陆呢 其实也很多人 都关注这个 台积电的情况 特别是 这个六月份的时候 曾经有 这个御用的学者 这个经济学家公然的 就是公开的说 还要通过武统 把这个台积电 抢到手 那么在台湾呢 最近又传出来呢 就是说在这个 抖音上面 还有一些 这个 这种博主呢 就在炒作说 这个台积电 在美国设厂呢 是要半导体 去台化 要这个台积 要偷攻这个台湾 刚才这个 曾老师 李老师都提到 这个李明泽 说的 在监狱里看到的 就现在是 这个台北的 这个立法 立法院 补选的 这个候选人 他在台湾 他在大陆 能看到文艺的台湾的 这些声音的 那几个人 那么他在台湾的 在中国大陆 中央电台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这种声音也好 或者台湾的言论也好 在我们大陆人的眼中呢 就是有点像这个 所谓的 我们说的大外宣的 那种声音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这个 抖音的这个说法呢 是不是也是一种 大外宣的一种声音 那么我先请这几位嘉宾 大家来 就是说分析一下 就是台积电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 那么对于台湾 对于中国美国 特别说 对于这个台海的 这个和平 会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先请这个 李永 这个 这个 李永谭老师 来分析一下 好 谢谢 我补充一下 刚才 我 昨天跟 曾经元教授 都一起去参与 尊者达达妈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3周年的 那个庆祝活动 那个活动里面 尊者达达妈 有发表一个视频 我特别注意到 他这几年不断强调 就是人类一体性 他的四大制约里面 第一个制约 就是人类一体性 那他 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的本身 其实 自由民主世界 已经享有 充分的自由人权 就像台湾 我们已经享有 自由之家 给我们 94分的自由 但是 台湾的宪政民主 与自由人权 如果受到中共战争威胁 那一切都不保 所以 当我们拥有了 生命 财产 跟自由权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将 和平权 结局出来 也就是说 和平权 应该当作 自由民主世界 共同应该 结局出来的 最高的价值 因为我们已经享有 生命自由 财产安全的 所以 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个 尊责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本身 他对于我们现在 有非常大的一个 重要意义 那就是 只要中共对台动武 那么 台湾一切不保 自由民主 马上倒退 人权受到 会受到 非常大的强害 哪怕 他没有对台动武 你看香港被他拿进去 用国安法 统治下 香港人已经 自由已经 恩恩一喜了 所以我第一个 要再做一个补充的 那么这个议题呢 我要说的就是 抖音 能够在台湾 这么样的盛行 跟台湾 跟台湾在地协力有关系 这个在地协力就是 民主国家 南美会有政党竞争 而 国民党代表的 蓝色阵营 他想尽办法 当然希望扩张 他的选票 今年 他地方 政治已经 百分之六十几的选票 他希望延续到明年 因为他 有已经 南军再怎么样 在台湾都五百多万的 那个组织 组织性的选票 也就是 国民党在台湾 底线就已经 五百多万票 如果 明年 总统大选 立法院选举 绿色阵营 没有吹出其他票 出来的话 那么 他一定会输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抖音 不仅是 在 刚 刚结束的选举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被台湾非常重要一个 财经学者 叫做 谢金河 点出来 说抖音的文化非常严重 那这一次 我们又可以看到 台积电设厂的事情 抖音又扮演一个 那个 洗脑的角色 这个洗脑就是 普遍对年轻人 因为他短达 短达钱 那有很多人很忙 他没有机会去思考 他就说 台湾抖音 他不断地宣导 宣导说 台湾去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就是去台化 就是去台化 这个 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 你说 刚结束的选举 他们讲说 票托民进党 青脸上战彩 那就是讲说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是去台化 他用非常简单的语言 透过抖音这样一个不同的强化 那么在这边我要强调就说 我像我来讲 我都会跟他们对谈 我说 请问 中共加入WTO 有遵守WTO的规则吗 今天台湾 各种厂商去中国设厂 跟去美国设厂 其他设厂 有什么差异 今天我们到美国去设厂 或到德国 或到日本去设厂 他一定是用WTO的规则 他一定用法制的原则 去保障厂商的权益 那去中国大陆呢 他要 他 他要你说变就说 做变了 这几天 中共又出来了 临时就说 台湾的几乎所有食品 全部都禁止了 他就用这个让你训练不及 这都是违反WTO规则的 我们都没办法去谴责他 国际也没办法声援 声援也没用 我们说他多大危害 请问台湾的这些 蓝军的这些朋友 他有没有去声援 有没有去谴责中共 所以 曹青城 不是曹青城 对不起 那个张中美已经讲出了 讲出来了 全球化已死 一个90岁的 一个高科技的领导者 他虽然话不多 但他已经看出来了 今天中共的崛起过程中 他一定是对内 收压人民的劳动成果以后 对内镇压都要扩张 自由民主义极权专制的对抗 已经无法避免了 所以 我们台积内的创办人 张中某公开讲 全球化已死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台湾 这个台积内去美国设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是 维系自由市场经济 摆脱中共控制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台积内也有在中国设厂 台积内日本跟德国都在西方去 去美国设厂 我觉得有什么不好 但是他就是把你扭气成说 你看美国将台湾框住了 然后他说 台湾就失去自主性的立场 因为台湾选边站 我今天又看到 有很多人看来强调 尤其是明居正教授 他马上在一个研讨会讲说 台湾可以不选边站吗 在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 你有办法骑墙派吗 你如果骑墙了 结果会不会更严重 所以就这点来讲 我是坚决主张 台湾一定会站在 自由民主这边 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在这里面 我要特别强调了 台积电绝对不是只有经济意义 它有军事意义 假使全球的90%最先进的晶片 都在台湾 然后第一个 台湾没有分散风险 第二个 全球自由民主也没有分散风险 那中共如果他要跟美国对抗 那他如果对台入侵 让台积电出不了货 自己扎毁台积电 他本来想说要占领台湾 拿下台积电 台湾的科技论已经强调了 中共拿下台湾台积电也会毁掉 因为台积电不是只有那个厂 而是背后一大堆的那个技术 内电人的创新 那个台湾人才 那个整个那个产业内 为什么我们在全球竞争之下 能够保留住这个户果神山 一定有台湾的特色嘛 这特色不是你中共打下来 台积电就被人塌的 不可能嘛 可是他有机会什么 毁掉 毁掉以后 如果全球的最高级的晶片 被毁掉 请问在军事科技上 美国是不是无法继续领先中共 就无法领先中国 所以我反而看到 台积电所代表的那个背后那种 最先进的晶片 提供给最先进的武器 这个部分 台积电当然要去美国 要去德国 要去日本设厂 这样的话 台湾继续保持那个晶片的领先 比如说我们4nm到美国去 然后台湾就马上有3nm 然后3nm去美国 台湾马上2nm 但是如果中共想要对台动武 那在世界各国其他国家 他的晶片 所拥有晶片还是领先中共 我一直认为 晶片是自由民族 对抗中共极权专制 最后的武器 最关键的武器 因为他背后就是一个 国防科技最先进 所以美国用晶片法案 那个10年 拿住中共 不是只有拿住他经济的要害而已 更重要是 让中共国防武器无法升级 就像现在 俄罗斯为什么打这么惨 科技输人家 人家 那乌克兰为什么有一个无人机 可以飞600公里去炸 俄罗斯的那个军事基地 那可能就是 最近讲说 可能就是以色列技术提供的 那台湾有拥有多少 因为精密的科技 那个晶片 最新的晶片所拥有的 飞弹技术 中共可能都还不知道 所以我说 这个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这不能说出来秘密 我认为这不是只有经济而已 还有军事 即使国防意义上的 全球自由民主对抗 中共基权专注扩展了大战略 这是我个人提出的思考 就下来各位 谢谢 好 谢谢李老师 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 这个WTO 就是这个 中共违反WTO 那些不遵守WTO 这些规定问题 那么即使澳洲跟中共之间 也有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 澳洲提出这个反渗透反案 包括澳洲提出对这个 新冠病毒 武汉病毒的这个来源的 这个调查 然后呢 中共就以此 就对澳洲进行一些 经济上的这个制裁 那么澳洲也提出要 向这个WTO去投诉 但是那个投诉过程会 非常长 那么现在新的政府呢 好像就是现在共党政府 要说跟中国改善关系 那么这个 他会不会把这些事情放下 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个但是就是说 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就是中共对这个 拿出这个贸易 这个贸易作为一个武器 来实现它的目的 那么 刚才我也讲到的抖音 抖音现在其实有中共的央视 直接在里面占有股份 而且是非常关键的股份 就是它可以有这个 重要决策权的 那么它做的这种事情呢 就是不是 就是也是这种 为了影响这个台湾的 因为它可以控制 在大陆 中共大陆可以对这个 它的服务器等等 可以对这个言论经验控制 就是我们在抖音发的东西 必定能够出得去 它们的声音可以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 它们来影响 台湾的舆论的一种 一个部分 我觉得 那不知道这个冯老师 这个是怎么看待 围绕着抖音 围绕着这个台积电的 一系列问题 那冯老师 你的话筒 迈克洪峰 这个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而且规模这么大 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因为我们以前谈过很多节目 就是现在是第二次冷战 这个第二次冷战 它是全面展开的 有这个科技战 有经济战 有信息战 有政治战 有这个价值 意识形态战 各方面都在展开 而现在是 美国正在纠正 它40年的错误 就是说 原来在80年代 川普化开始的时候 这个散业 松阻 他们把这个制造业 整个民主阵营的制造业 一大部分的搬到中国去 所以这变成了散业空核化 受制于人 这个对散业上的依赖性 非常非常强 那么现在它意识到 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美国是 民主阵营的大本营 中国是专制阵营的大本营 两军对垒 那么你现在美国 它必须重建它的制造业 必须是 尽早的脱离 对专制阵营的经济依赖 会被散业链的依赖 所以这是台积电到美国 设厂是一个重大的步骤 这里头 就是把已经扭曲的 这个散业链 工业链 供应链 重新扭曲回来 纠正过来 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 战略性的技术 好 实际有限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冯老师 那请那个苏姐 您也是在澳洲的 现在又回到台湾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会在这边唱衰台湾 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都是在去台化 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策动的 一种对台的认知作战 这才是最可怕的 其实就经济部已经去分析了 根本没有这些顾虑的 而且我到处听到很多的 这种比较亲共的人 他因为认不清楚中共 他常常还在强调 他说你不要去惹中共就好了 你不要去惹习近平就不会打仗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认知 就是中了他的认知作战的陷阱 因为不是台湾不惹中共就能和平的 因为中共正在惹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你看我们澳洲也是跟中共 也那个关系都不好 他在惹整个民主国家的阵营 不是台湾不惹 他就能够得到和平的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时间有限我就说了这样 谢谢苏杰 其实这个关于台湾问题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已经讲过很清楚 他一定要在中共 建政百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 甚至在他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说你不管是谁哪个党上台 我记得以前马金九在台上的时候 中共也说过他是以性台独 就是你拖就是台独 所以这个战争不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像前面李老师讲的 他是选民进党就是青年上战场 那么问题是可能你选国民党的话 他要打还是要打你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要打的时候 台湾的民心怎么样 这很重要 我们看到苏俄战争 这个乌克兰抵制这种战争的决心 是他能够打到现在的一个基础 那么现在抖音这个情况 是不是也在就是说在影响 这个台湾的这个民心 那么这个曾老师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现在台湾在这个 在面对中共的这个态度上面 其实产生有一种分歧的情况 这个反战跟和平 这个意思好像很像 但其实在某些台湾的这个语境当中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蓝银的 这个常常在强调要和平 但是呢不谈和平的条件是什么 和平的基础是什么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绿营呢 比较多的是谈反战跟进一步的备战 所以这两者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那所以呢这边呈现出来什么 就是说这个和平 或者是反对战争呢 它其实是要站在一定的这个 你的价值或者你的利益的基础之上 否则的话呢 你直接投降 那战争不就没有 就不可能有战争啊 所以基于这个对台湾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得一种自我防卫 从这个国家的正当防卫的手段 这边来谈这个 这个护国的战争 以这个为基础 那么对中共的侵略产生这个动和的作用 来维持两岸的海峡的和平 这才是这个台湾在追求两岸和平 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的这个方针 而不是不谈任何条件 就反对任何的备战的作为 或者任何所谓挑衅中共的作为 一意求和 那就是投降 称臣投降 那香港就给了我们 这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教训 也就是说香港 中共它用所谓 这个表面上是一种法治 当然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一种手段 它就马上把香港的自由 对于民主的追求的希望全部没收 不需要还没有动用到解放军 那所以呢 这个中共以这个就是用和自由世界或者是宪政主义相同的名词 但是那个偷换概念的方式呢 来进行所谓的这个一线治国 依法治国的结果呢 我们看到就是香港这个状况 所以呢 和平的这个概念 或者是法治的概念 宪法的概念 在两岸之间呢 它是存在的这个 存在的分歧 而这个问题呢 它去厘清呢 其实就是两岸之间的认知作战 或者我们传统上所讲的 政治作战 这个 这方面呢 其实那个台湾呢 应当 其实这个 这种心理战 或者是这个认知作战 战争呢 其实已经早就开始了 那所以呢 抖音呢 就是中共对台湾 进行这个认知作战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 非常 它直接深入到这个每个人 他的生活世界当中 那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当然是我们都要警觉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台湾呢 其实有反攻的能力 因为这个向往自由 这是一个人的天性 这个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就是一方面 把人对于自由的向往 和如何透过制度 透过宪政 透过国家力量 如何来维护人的自由 人的这个对于财产 幸福的追求 这套价值观 这套价值观 怎么样啊 那个往中国大陆推进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政治作战 不是对中国大陆政治作战 很重要的武器 所以不可能 不能啊 老是挨着打 我觉得这部分呢 其实要 要 要更积极的去开展 开展开来 那我是觉得在这方面呢 说实在我认为 民进党政府呢 在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 这方面的这个政策作为上面 我觉得比较保守了 他期待说两岸关系 会有和缓和解的机会 所以呢 在一些重大的议题上面 那么就保持的比较低调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的任期 只剩一年了 七年过去了 那这个两岸关系呢 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善 那个 像 这两天 中共要禁止台湾 两千多 多项产品 的进口 这个 这个不要说违反了 这个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 规范 事实上也 两岸之间就有 有一个两岸 经济合作 架口协议 他也违反了 两岸之间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中共这个 这种 贸易的这个争议 现在变得无解 因为中共认为 你民进党是在搞 实质的台独 他认为的 所谓的实质台独 所以呢 两岸之间 基于 九二共识 或者一个中国 为基础的 这个协议的基础 不存在 所以 他就不愿意去遵守 两岸之间的协议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 两岸关系的这种 他今后这样一种 严峻的一种形势 我觉得在这方面 的确 就是台湾的 这个政府的部门 或者是军事部门 应当更加的加强 这种观念 这个认知 这方面的这种 这方面的 这个阴影 放任这个 抖音这些东西 没有关系 但是呢 这个 我们应当把战场 不是在台湾内部 应当把战场 推到中国大陆内部 我觉得这个才是 这才是正道 谢谢各位嘉宾的 这个精彩的 这个 这个介绍和分析 那么我们 这次时间又到了 还超了 稍微超超了一点点 那个 这个我们 这个各位观众 我们下个星期 继续再会 那么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节目 请各位嘉宾 跟观众道别 好 谢谢 再会 再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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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